港島大潭郊野公園發現懷疑戰時炸彈 爆炸品處理貨到場引爆 爆炸品處理貨專家檢驗後發現 炸彈生瘦,狀態不穩定,要即場引爆 警方說炸彈屬於日本製迫擊炮彈 威力相等於一個手榴彈 50米範圍內有殺傷力 中午有行山人士在大潭郊野公園一條小徑 發現果煤炸彈和5顆子彈 部分埋入泥土,於是報警 警方封鎖接近陽明山中一段路 消防員到場戒備